所以疫情逐渐趋缓 各行各业限制解除 民众生活走出家门 预分局邀请常训教官 教授战绩更无预警测试 快速打击犯罪部队 以及阴眼小组 借以训练远警现场处置 以及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能力 决日疫情逐渐趋缓 各行各业限制解除 民众生活走出家门 预分局邀请常训教官 教授战绩更无预警测试 快速打击犯罪部队 以及阴眼小组 借由训练远警现场处置 以及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能力 鉴于近期社会治安案件评传 造成民众的恐慌 那本分局特别在昨日晚间 无预警的办理了快打警力 以及阴眼小组的测试 那在测试的结果 各警力各私其职 分别在搜证盘查 还有逮捕的过程里面 都展现了极佳的默契 借此本分局宣示 这个严正执法的决心 以及对于暴力临终人的态度 报复接获民众报案称 玉里建乐和里的超商 前面有民众因为行车纠纷 爆发肢体的冲突 勤务指挥中心立即报告 奔局长指挥调度第一梯次 线上警力奔驰现场 立即将双方人马隔离并压制 三分钟后第二梯次 紧力到达现场交由 侦查对队长黄晨回来指挥 这次演练是以无欲 警方是实施主要培养 同人临场反应以及处置的能力 也检测以及训练紧力集结的效能 建立远景迅速反应 相互协防的默契 据者高双双预券采访报道